再这么下去,温亦凡感觉自己都要被桑言洗脑了。 他久闻这阵电桑头牌之角色,千里赶来一堵其风华绝貌, 就算发现这头牌是自己曾经的追求者,仍然因此心动, 之后千方百计地在他面前找存在感。 在他面前做的所有行为都带了目的性。 温亦凡忍着吐槽的冲动,平静地回复,原来吊你那了。 温亦凡,抱歉,又给你添麻烦了。 要不你看看,你什么时候方便,我过去找你拿。 想了想,他又觉得他俩完全可以杜绝见面的机会, 或者是你把钥匙放在你的酒吧。 我去吧,泰拿。 你看可以吗? 等了一会儿,他没立刻回复。 温亦凡也不着急,没特地花时间等他。 他继续忙于工作,认真把出稿修改完,发给编辑。 听到手机响了,他才随手拿起来瞥了眼。 桑妍,这几天都没空,温亦凡耐着性子回,那你大概什么时候有空。 下一刻,桑妍发了个语音过来,语气懒懒的,周六晚上吧。 周六晚上,温亦凡思考了下,他周日轮休。 周六晚上跟他拿了钥匙,周日拿去还给前房东,这么算起来好像刚刚好。 就是得跟房东说要晚几天,但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温亦凡,好的。 温亦凡,那要不就定在加班酒吧或者你家附近? 温亦凡,我也不想麻烦你跑太远。 过了半分钟左右,桑妍又发来两条语音。 温亦凡点开。 桑妍意味不明地沈笑了声,慢悠悠地吐了两字。 我家。 温亦凡的眼皮一跳。 这条播放结束,自动跳到下一条。 从桑妍的话里行间,温亦凡能清晰听出, 他的话里行间都在透露着你的意图不要太过明显的讯息, 只是没有明确说出来。 嗯,别吧。 桑妍,你直接来加班门口吧。 本以为,既然双方的面具都撕了下来了, 相处方式大概也会正常些, 但桑妍可能是这几年受到了太多的追捧, 优越感太过强烈。 导致不管发生的事情在平常, 他都觉得别人对他别有企图。 在这瞬间,温亦凡清晰地意识到, 自己在桑妍面前说话, 必须时时刻刻打起十万分精神。 稍微说点跟他自身有关的话都不行。 温亦凡吐了口气, 回了个,好的。 之后,温亦凡便把手机放到一旁, 编辑恰好给他游了修改意见, 温亦凡打开来看, 顺带注意到电脑又下方的时间。 思绪有请客地飘忽, 突然想起, 他上回跟桑妍见面, 似乎是元旦过后两天的事情, 要是肯定是在那个时候掉的, 那距离现在也过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了。 怎么这会儿才来告诉他要事的事? 不想联系他, 所以等着他主动联系吗? 好像是有这种可能性, 温亦凡也没太在意这个事情。 加班结束后, 温亦凡回到家, 一进门就看到了 王琳琳真躺在客厅的沙发上, 此时正边看电视边敷面膜, 旁边还放了一碗水果沙拉, 她的心情似乎不错, 还哼着歌。 温亦凡主动喊他, 林姐。 王琳琳含糊不清地说, 回来了? 今天好像还挺早。 嗯, 今天事情不多, 这工作可累人了吧。 王琳琳碎碎念, 我在传达待这几年, 都走了多少人了。 只加班不加价, 谁受得了? 你看咱组多少人熬出病来了, 工资光用来上医院了。 温亦凡只是笑, 还好。 对了小凡, 说着, 王琳琳坐了起来, 提起一茬, 你昨晚半夜盛世起来了? 温亦凡愣了, 没有呀。 王琳琳似乎也只是随口一提, 那应该是我做梦吧, 我咋感觉半睡半醒间, 客厅有动静声。 我当时看了下, 时间都凌晨三点多了。 听到这话, 温亦凡呼地想起自己以前的一个毛病, 但已经很久没犯了, 而且王琳琳这说着也不太肯定, 她考虑了下还是没提。 嗯, 温亦凡看了眼时间, 主动道, 林姐, 我先去洗个澡, 等一下, 你等会儿再去洗吧。 王琳琳叫住她, 拍了拍自己旁边的位置, 小凡, 咱俩说说话, 你坐过来, 我有件事要跟你说。 温亦凡顺从地走了过去, 怎么了吗? 你得先答应我, 王琳琳把面膜摘下来扔到垃圾桶里, 表情带了点讨好, 你听我说完, 绝对不会生气。 温亦凡点头, 好, 我刚刚也跟你说了, 这工作真的太累人了, 一个月工资还买不起我男朋友给我买的一个包, 我能干这么久真的是, 是我的极限了。 王琳琳说, 我前几天跟主任递了辞呈, 不打算干了, 我表哥那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 在高字口那边。 说到这, 他一停, 声音小了些, 这不是还离得挺远的吗? 温亦凡瞬间明白他的意思, 你是不打算住这了吗? 王琳琳解释, 你可千万别生气呀, 我事先也不知道, 我新工作离这里这么远, 本来是想着还跟你一块合租的。 大概是确实觉得理亏, 王琳琳的态度比平时好了不少, 我应该还要过几天才搬。 搬之前, 我一定给你找个新的合租室友, 你看这样行不行? 对于这事情, 温亦凡的心情其实没多大起伏。 今天听到苏田说王琳琳辞职了的时候, 他就有想过这个可能性, 所以这会儿也没太惊讶。 更说不上会生气, 温亦凡神色温和, 没事儿, 我能理解的。 你能找到适合的工作, 我也替你高兴。 新室友这个, 你也不用太操心, 我自己再想办法就好了。 爱小凡, 你人可太好了。 王琳琳松了口气, 抱着他的手臂撒娇, 我可担心你会骂我了呢。 我最开始找的合租室友,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跟我大吵了一顿。 事情解决了, 王琳琳开始抱怨, 我是真的很无语, 我反正没觉得我哪儿做错了, 我搬个家还不行啊。 那我找他一起合租的时候, 哪想过我这么快会搬啊。 温亦凡弯着唇脚, 没说话。 不过, 小凡你还是很讲道理的, 王琳琳笑得甜甜的, 我一定会给你找个 很靠谱的室友。 不用, 没关系的。 哎呀, 没事, 你别担心。 王琳琳说, 我找之前 一定会问你意见的好吧, 你不喜欢的话, 我也不抢求 你跟我介绍的室友一块住。 听到这话, 温亦凡才硬了下来。 那麻烦你了。 王琳琳的意思是, 等工作上的事情交接完, 他正式辞职之后, 就差不多要搬了。 因为他已经在高字口 找好了房子, 最晚在下周末之前 就会搬走。 不过, 温亦凡也不太着急, 毕竟王琳琳这边 已经付了一个月的房租了, 他还有一段时间 可以找新的室友。 但温亦凡在南无市 认识的人并不多, 当初同个班的同学 已经不联系了。 虽然当时通过 QQ好友列表添加, 他微信通讯录 有不少当时南无的高中同学, 但基本没联系过, 所以都不熟悉。 跟陌生人 其实也没什么区别。 温亦凡还是打算 找中思乔帮忙。 毕竟中思乔 从小在这儿长大, 就连大学都是在南无上的, 认识的人肯定比他多。 而且中思乔介绍的人, 他也会觉得靠谱和放心, 不知不觉就到了周六晚上。 知道桑妍不可能主动找他, 临近下班的时候, 温亦凡先给他发了条微信。 接近八点, 桑妍才有了回复, 过来吧。 温亦凡的提纲还没写完, 但他也没法让桑妍等他。 他收拾了下东西, 打算回家之后再继续写。 跟其余的同事到了生别, 便离开了公司。 快到堕落街的时候, 温亦凡掏出手机, 又给桑妍发了条微信, 我差不多到了。 又往前走了一段路, 温亦凡走到了进堕落街 避穿过的那个压口。 没等他往里走, 他就注意到桑妍此刻 正站在压口外边。 他靠在黑色的路灯杆旁, 肤色被灯光照得冷白, 脸上还是照例地 没带任何表情。 依然穿着深色系的衣服, 气息冷然, 又距人于千里之外。 温亦凡倒是没想过 桑妍会亲自拿过来给他, 本以为他会放在把台, 或者是找个服务员 转交给他。 他不想浪费他太多时间, 加快了脚步, 正想喊他的时候, 桑妍就已经发现了他的存在。 他的下巴烧羊, 姿态懒懒散散的, 一声不吭, 把钥匙往他怀里扔。 温亦凡下意识地伸手接住, 谢谢。 桑妍轻点了下头。 温亦凡把钥匙揣回兜里, 还赶着回家写提纲。 他从不指望桑妍能说场面话, 只能自己来, 那我不打扰你了, 就先回去了。 他没硬话, 这段时间麻烦你太多次了, 反正对方也不会答应。 温亦凡又开始做表面上的礼数, 你看你什么时候方便, 我请你吃顿饭, 我随时都有空。 桑妍笑, 你这话还要提几次? 没等他接话, 桑妍直勾勾地看着他, 像是看清了他此刻的想法。 他的唇角弯起一个浅浅的弧度, 不嫌不淡地说, 得不到我同意, 你不罢休了。 行。 桑妍似是被缠得有些不耐, 勉强道, 那就今天吧。 没想过会得到这样的答复, 温亦凡的表情有点僵, 注意到他的表情, 桑妍歪头, 话里带了几分玩味, 怎么? 温亦凡无奈, 没什么, 你想吃什么? 桑妍抬脚往前走, 随便。 温亦凡忙跟上, 你有什么忌口的吗? 很多。 温亦凡提, 那要不去吃火锅? 桑妍, 不。 温亦凡, 烤肉呢? 桑妍, 一股味儿。 温亦凡, 穿菜。 桑妍, 太辣。 温亦凡, 那砂锅粥呢? 桑妍, 不吃。 温亦凡就没见过, 比他更龟毛, 更难伺候的人。 他向来是叫外卖或者自己煮, 很少出去外边吃, 现在实在是想不到别的了。 温亦凡叹了口气, 好脾气地说, 那你选一个你想吃的吧。 我都可以, 我没有忌口的。 桑妍正想说话,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 他接了起来。 两人离得近, 加上那头的声音实在太大, 所以温亦凡能清晰听到电话里的声音。 桑妍, 你家炸了。 桑妍皱眉, 说点人话。 操, 不对, 是你家楼下炸了。 电话里的人语气越发激动, 甚至开始咆哮, 烧你家去了。 都他妈快烧没了, 赶紧回来。 周边在一瞬都变得安静了。 温亦凡立刻抬头, 看向他的手机, 似乎是闲吵, 桑妍把手机拿远了些, 等那坨吼完了, 才重新踢回耳边。 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平静说, 哦, 那你帮我打个119。 说完便挂了电话。 他看向温亦凡, 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 走吧。 温亦凡, 你家着火了, 你不回家吗? 桑妍反问, 我是消防员。 过了几秒, 温亦凡突然问, 我能冒昧问一下, 你家在哪儿吗? 桑妍撇他, 干什么? 温亦凡从口袋里翻出手机, 诚实道, 我想赶过去做个报道。 Продолжение следуе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